新北市的北大特区有一条六线道的路口 来往的车辆特别的多 但是却有民众发现呢 附近的行人几乎都不走画是好的斑马线 而是直接的踩在分隔岛穿越车阵 在白天上班通勤的时间特别的严重 因为对象的公车站牌 刚好就位在两条斑马线距离的正中央 所以很多人呢都因为赶时间而超捷径 即使晚上行车的视线比较差 但行人还是像白天一样 快步的闯越这六线道 经过的驾驶都说 他们看到了以后这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明明前方是绿灯 却突然出现一名路人直接跨越马路 驾驶的心脏都快跳出来 好不容易闪过它 紧接着又一个妈妈带着小孩 完全不顾当时的车水马龙 硬是从六线道的车阵中快步走过 显向环身可不只有出现在晚上 这条位于北大特区大一路和学勤路学成路的交叉路段 两条斑马线之间约800公尺长 但偏偏公车站牌就在两条斑马线的正中央 白天大家赶公车上班上课不走斑马线 穿越六线道的情况更严重 很危险啊 你看每天早上我们上班两边都是车道 车道一出来那你一定就是快速行驶 那你突然走到中间或是天色比较暗的时候 有时候老人带小孩或是小朋友直接这样横跨 你说如果我急杀的时候后面车子追撞上来 那我要算谁的 那怎么不走斑马线 比较近 比较快是不是 仔细看同一时间一二三三位民众 同时穿越分隔岛没在怕 一个个穿着皮鞋高跟鞋的上班族 就这样踏过分隔岛 有些职务因此被踩死 管理单位还得拉起封锁线 而这种贪图方便不走斑马线闯红灯的行为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 都可处以300元的罚环 但是这种不高的罚环行人没在怕 早期划设的斑马线形同虚设 但交通大队还是会依法取缔 而新北市交通局也正在眼里调整 红绿灯号制 希望能遏止这些危险行为 再看一次闯越马路的惊险场景 真的是险象还生 虽然走斑马线多花点时间 但是总比哪命开玩笑 来的划算 记者温思汗 杨中盛 新北市采访报道